下次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只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学习的经验 大家放轻松 我的三自觉 Relax, Enjoy and Appreciate 早上校长已经说了 南欧大学生命教育会这个核心理念 我们有一个理念叫以生命力大中生命力 这个意思就是说 老师要用生命力灌注在教学历程和活动中 来带众其他同学们 也以你的生命力灌注在你的成长历程和学习的活动 我们希望大家将来从南欧大学毕业之后 你对自己也能够单身立命 成为社会安定的基础 让你对别人 你对他人能够关心这个世界 那很重要一件 大家要有能力能够服务大众 所以很多同学 包括很多家长 都会操心 说将来我的小孩的出入在哪里 其实未来你能够找到这两个要素 Mine and Heart 那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出入 那我跟很坦白跟同学们讲 出入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服务大众 你若是一个被别人需要的人 你不会没有出入的 学海武要信为人 信不是你信雕 而且你叫自信心 自信心 然后你要需要增长你的智慧 你要度过这个大海 然后你要勤奋 勤奋就是你不能偷懒 大学跟高峰有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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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大学 到底要学什么 要怎么学 你在高中的时候呢 父母 市长会在旁边督处你 那你有一个目标是要考大学 进入大学以后呢 你的自由度比较大了 没有人在旁边督处你 因为你已经成年了 不能把你当小孩子 所以你要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你要培养你的 增长你的自觉力跟自学力 你要能够自我觉察 自我共识 自我管理 自我调识 你要能够自我学习 自我探索 自我锻炼 自我体身 自我超越 你要培养良好的学习方法 跟良好的习惯 那么重要一点呢 你要 要过度学习 不断的练习 从勉强到自然 能够熟能生巧 克服你的对以往的曲线 这个 这是经过统计的 就是说我们 学习后 过了二十分钟 记忆保留 剩下百分之五十八 以往百分之四十二 过了一个月以后 记忆保留大概剩下五分之一 五分之四都忘掉了 比如说你学 二十个英文单字 或是三十个英文单字 或是念一篇短文 你过了一个月以后 大概剩下五分之一 甚至于忘忘忘忘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要说会克服 所以你需要 需要克服过度学习 跟反复温习 来克服你的遗忘的曲线 所谓 过度计计就是说 你第一天 花了三十分钟 那你如果从此以后 不再复习的话 那一个月以后 就忘忘忘 所以你怎么样 你隔天不需要再花三十分钟 你可以花四五分钟 再隔天花十分钟 每天都持续这样子 那你九月九日 你这个遗忘趋下来 你就可以把它拉平 这样当了解的意思吗 我们日常生活 跟从小就有很多 过度学习的经验 比如说你洗小号车 或是你游泳 或是拿筷子 拿筷子 拿筷子就每天拿筷子 就很简单嘛 你看你老外拿筷子 这样奋奋奋奋奋 这样当了解的意思吗 所以说通过过度学习 你都不会遗忘 然后你要培养你的自觉力 自学力 如果能够不断几乎四年四年 我可以看到几点建议 第一个你要有一种寻宝的精神 像探险家一样 像这个Indian Jones 你要能够去寻找保障的所在 还要去挖掘 所以呢 在学校里面 你可以跟老师 可以跟同学 可以到主义馆 你要去寻宝 你要去主动寻宝 然后呢 这个是贾伯枝 他在三国大学 2015年的毕业篇点上 一定要去演讲 各位同学有进行上网去搜寻 搜寻 搜寻了十五分钟 他有中文英文 也有那个video 非常精彩 他里面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呢 他如果在理学院的时候 他被一张海报 吸引了 什么海报呢 自行设计的海报 这一门课 他就去上课 很有兴趣 但是他说 他当时也不知道 学了有什么用 他就是有兴趣 他说没有想到 十年以后 他在设计到万金堂电脑的时候 当初所学的通胖的梦场 他非常自豪 说这个Machine Touch 全世界第一个 有自行设计的电脑 他当然嘲笑 这个 这个 这个Microsoft的 这个Apple 2 这很丑 那字都很丑 那现在你看看 这个自行设计 有几百种 那个都是 从加布斯来的 所以他就讲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是默契 虚心也多余 然后呢 大家会要像 或者 要像这个秦云舞的练一样 叫秦云练功 老实修行 才没有练成武力的绝学 你要练很重要 这个神交侠里面 这个老鞍虫 对小龙主说 是武力的绝学 聪明的人 往往变化练到 无辜成心的境界 他就要有点撒劲 所以他就举例 郭敬跟黄契 这两个人 郭敬就有点浓浓吹嘴 这个 这个黄契是绝对聪明的人 但是呢 黄契的武功 是远不及郭敬的 所以呢 这个是少林寺 那个练功堂 那个死板地 因为武圣在那边 战装都凹下去了 这累积上千年的 所以呢 我们要能够成功啊 成就啊 关键不在于聪明才子 有没有和平 你能不能老实休息 好的 今天来跟大家说呢 你要如何去做压力调试 如何面对压力跟走过分离 你在人世间 不可能没有压力的 我差不多 活在地球表面 就要承受一个大膝大 气压不过还不行啊 气压不过为了高山症 所以压力是有正面一个后面 可以增强我们的能力 所以呢 我们要换一个角度 来面对压力 我们生命的自我成长 本身就是压力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的人生 会让人泄在和平 幸福 这个古代的 这个禅宗的祖师说 不禁一翻寒 这部啊 可能没法鼓一下 所以你要有压力的磨练 你才能够强化 对我承担的心理 这压力的情境 你能够激发自我的内在起来 这压力的考验 就算它负面 情绪会增变 这个 这个 我们台语俗话说 怕很辛苦 这些都用 啊 所以在脱的与失败当中 你可以学一般籍 自己比较新 感情缺失 专业运力 扭认心思 一把创意粉 让你脱来换 虚纳是说 要做自己的贵子 大家要自己做自己的贵子 啊 这个是 当年 甘尔迪 舅之前说 他讲了一句话 说 as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就是不要问 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当时鼓舞了很多年轻人 不过当时这句话呢 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啊 啊 那我呢 就把这个话改了一下 啊 so ask not what other people can do for you as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self 就说 你不要问 别人能为你做什么 你要问你自己 能为你自己做什么 还重要一点 说 你要能够 对自己做一个改变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for your own life 那大家要记得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说 你来南华 能不能让你做一个人生 一个 没有改变一个突破 那这个是 很抓住的功课 啊 那很多实力啊 大家知道这个 挖个多一条船啊 这个才到以前的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 这几位这个信心子刘霞 这些都是所谓残障的人士 但是他们都活出他们这个神明的光飞 啊 那 那巴卡 有一位已经毕业的同学 叫刘霞 海森 跑到这个 台湾的海上砍了 他是 全马 全龙 完全抗爹 他因为小时候出生了 这么多的一些 有必要的问题 但是他在 念我们应生就化了毕业了 现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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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呢 这个 知识传织、经验传织和新法传织 知识传织也不一样靠老师 如果同学们很轻化的话 你自己可以搜寻到很多的资料 包括去土地馆或者网路等等 经验是需要老师 有时候你要去老师那边挖牢 新法就靠老师传织 那我讲的重点就是 因为我们不练功道而成 绝刀练绝刀练绝刀 你做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你把它练绝成为你的绝刀 你就可以心躲江湖更担心了 那人生在世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你的智慧因缘 一个是福德的因缘 这是车子两个人 两个是双女 所以你需要有良师益友 你需要很多广泽的善友 那这样子 祝大家在南华学习一块 谢谢